歡迎各位回到今天的影片 那我在社群有說過RDC2023 在今天開始了 那在RDC2023裡面有非常多很酷的更新介紹 那今天就統整給大家來知道 那因為有一點多 所以可能會分幾部影片這樣子來說 那首先呢是有關於AI的部分 Robox在未來將會有一個虛擬外觀 你可以用AI去改變你的虛擬外觀 假設你說讓我的虛擬外觀壯一點 AI會自動幫你調整你的虛擬外觀變壯一點 我自己覺得這功能還蠻酷的 應該也會蠻有用的 那當然在AI調整後的虛擬外觀 你也可以自己去手動調整一些細節 那接下來這個是你可以用AI進入Robox Studio 讓AI去幫你製作地圖 你只要把那些關鍵字打上去 它的地圖就會自動幫你生成出來了 這個功能我不知道真的能不能推出 但我如果推出了我真的會覺得超級酷的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都輸入一樣的一些關鍵字 那這樣出來的場景是不是也都會一樣呢 這個還值得觀察 那除了這些AI以外呢 Robox最近也在做一個東西 雖然他們早就在做了 這個東西就是 Robox現在嘗試著去捕捉你的身體動態 然後捕捉後反應到Robox上面 其實就差不多就是虛擬外觀 會動態的臉部的意思啦 反正這個東西如果推出也會是蠻酷的啦 但當然也會有不好的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啦 那他們要捕捉這些肢體畫面 他們是不是也要讓肢體變得更自然 所以呢 Robox也在做讓肢體動作變得更自然這一件事情啦 那看到這一部影片我只能說 這個真的太酷了 雖然說你可能會說有一些遊戲 已經有這些很自然的肢體動作 但Robox還沒有嘛 他們如果做出來我也真的要給他們拍拍手了 OK那在今天的影片最後呢 來一個最酷的東西啦 就是這未來呢 你可以在Robox上面上傳了30秒的影片了 但你在每個月只能上傳3部影片 你也要有13家的認證 13家的身份驗證喔 對於一些人可能覺得這干我屁事啊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這個蠻有用的啦 就是在於一些遊戲裡面的素材是蠻有用的啦 像是放在電視上啊 放在電影院裡面啊 甚至是把它做成一些教學影片 在丟到遊戲裡面 都是有一些用處的喔 那最後的最後 來一個我可以作為說圖或是影片標題 來讓大家點進來看的 因為我知道前面大家都不會點進來看 就是Robox在17歲以上 如果你有驗證的話 那些遊戲裡面就可以有了 Online dating這件事情啦 這是Robox說的不是我忽然的 所以說他們說要促進這個現實 交情感情友誼 那會不會達成這樣的效果 我相信應該會啦 對應該是真的會啦 那各位也應該都沒辦法用啦 所以對你們來說沒什麼關係 這就是一個小更新啊 那最後的最後當然就是社群有提到的 在未來Robox你可以像是一般的社群軟體去用視訊鏡頭 但是顯示出來的會是你的Robox虛擬外觀 然後畢竟也會因為你的手機的鏡頭旋轉的角度來改變 我自己覺得蠻酷的更新啊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啊 就是你接受它的來電之後 你們會同時被傳送到一樣的一個server 一樣的地圖裡面 人就在旁邊啊 就是一個voice chat的概念啊 OK那這次就是今天的一些影片 對於RDC的一些介紹 那明天應該也會有一些啦 各位可以期待明天的 那這次就是今天的影片囉 如果你還可以追蹤到更新的新的新影片 就是新的影片的話 並且別記得按下一個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是不是 是